而接着是凤林镇长萧文龙在市政报告中强调社会福利老人关怀地方传承基地富康八市为市政重点 而代表会主席林建平则是对于政公所近几年的市政表现给予肯定 凤林这名代表会4号上午进行凤林镇长萧文龙的市政报告 而这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对于6年来萧镇长所带领的公所团队 对地方的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内容措施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多数所谓的执政团队在精心尽力 在努力我们的振政得到百姓领誌的公平 也显示了也当代了更多未来百姓对我们的期盼 所以说我们做得越好我们责任就越加重 那未来的代子就更紧迫 那相信在座的各位也能够有能够能够在未来 我们福利全政政的建设上面做出更大的一个努力 那我们福利政党代表会一定的所谓和谐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制造原则 在我们的政政的各方面可以尽量的可以进言 那福利也相当有亚量的也承证的 对我们理长对我们代表所谓百姓所提出来的各项 只要在我们的财务方面游行的都在片段时间的施作 凤林镇这几年的所谓之间展现出来的 足以向其他的乡镇去告一个所谓的和谐 大家以信的问证 是能够为地方的建设 地方的各项的独立认证 带来更清楚的一个致命的影响 凤林镇长萧文龙也说 在这六年来的市政方针 由于是这名代表会每位代表 所给予市政上的支持 才能够让凤林镇在各项基础建设上 都获得代表会的预算支持 上任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 成文规会各一代表先生女士的支持 凤林镇公所可以说 偷胎换林 不是只有我们正面的人讲 外面的人包括省政府的一些科室主管 科室集团党也都这样认为 你们的亡里面跟以往可以所进步的相当多 无论是这公所的服务态度 公所的财政改善 还有呢我们市农的准确 闲置空间再利用 社会福利呢照顾 由我们幸福发行使 那还有呢我们生意补助 又有生日经 那今年呢开始呢是由老人共餐 那我们凤林呢 除了文化健康战 严助您补助的以外呢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 十个战目前正在进行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表示 在府会和谐的情况下 才能够推动更多的乡镇建设 也期盼在各代表的监督之下 将凤林镇的各项建设与社会福利 有更长远的规划 才能够为民众谋福利 记者凌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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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